第六百四十四集 难怪你们无法抵抗血灵族 听到血灵族的名字都吓得站不住脚 还敢自称天才 我看你们就是一群废物 至于血灵族六个老匹夫 叶辰随意拿出血灵族老四老五的脑袋 往地上一扔笑道 血灵族的六个老匹夫 我已经斩杀了好几个 正准备去追最后一个 两个血灵灵的脑袋滚落在地 当众人的视线落在头颅之上 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血灵族的六人 但是这六人的头颅上 还有帝尊镜齐西残留 关键 皇家还有秘法能够感受血灵族强者 皇明几乎肯定眼前的两颗头颅 绝对来自血灵族 皇明瞬间犹如死去了精气神 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六神无主 丝毫战意都提不起来 血灵族前辈们呢 居然死在夜市天手中 那他怎么办 他怎么打 关键夜市天是怎么做到的呢 不可能 绝不可能 周围诸多天才 寒天和林海等等 纷纷脸色煞白 在一看向夜市天时 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两个字 煞神 这煞神连血灵族的前辈都敢打杀 疯子啊 疯子 血灵族前辈死了 那将来血灵族前辈到来 看不见人该怎么办 算了算了 先跑吧 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去给家族 坐镇血灵秘境上千年的血灵族前辈们 居然死在夜市天的手中 必须把消息传回去告知家族 夜市天不可得罪 血灵族到来时该怎么办 一时间 夜家和寒家三十多位天才 纷纷纵纵身离开 不敢蹚着浑水 墨家和宁家也不得不先后离开 单单这两颗人头蕴含的信息量 便太大了 能诛杀帝尊敬血灵族强者 夜市天也就不是自己等人能招惹的 跑 必须得跑 谁知道 夜市天这煞神不高兴 会不会将我们也追杀了 顷刻间两颗头颅下退四大家族 夜先生为武 夜先生为武 数百散修齐声呐喊 激动不已的凝望着夜市天喊道 夜先生铲除血灵族人 夜先生千古第一人 夜先生至尊无上 夜前辈万岁 夜前辈万岁 夜前辈一人不仅斩杀血灵族五位底尊敬强者 更是下退四大家族 更将狂妄自大的皇家少主黄明吓得贪软在地 数百年来从未有散修能做到啊 山洞中 夜洛尔和夜灵天 几次清 小黄等纷纷出来了 看见眼前这一幕 骇然无比 夜灵天问道 电竹 这是怎么了 夜先生 这 发生了什么 夜洛尔也在问着 我们闭关 皇家以为是血灵族老者 在闭关突破 所以抓散修和女修 准备送来作为贡品 没想到出关的是我们 不过 夜臣看向黄明 这狗是真忠诚啊 真会舔 名副其实的舔狗 夜臣五指在面前一抓 九游士天枪便是出现在手心 他指着黄明等一众皇家天才道 尔等背叛昆仑须 必死 但若是尔等能接我一招 可以饶尔等一命 自废掉尔等修为 打成废人 你 黄明始终没底气 上啊 黄狗 你不是觉得当狗很好吗 怎么不敢同夜前辈打呀 黄家小狗 你们怎么不上啊 散修们狂声怒骂 同时在夜灵天和夜路尔等人的帮助下 逐渐解开铁链被封印的修为 周延更是怒道 夜兄 夜前辈 这黄家的小狗 无耻至极 一定要杀死啊 放心 他们一定会死 夜尘手中九幽视天枪 流转一股股骇然的魔气 有冲天之能 震得地面颤抖 既然你们不出手 我便出手来了结你们 黄家 这等叛逆家族必须铲除 满门上下一个都不能留 敢当汉奸 不对 敢当人间 抄家秘族 夜尘纵身而出 浑身血系翻滚 如若江水连绵不绝 手中九幽视天枪枪间 绽放出一轮轮魔光 云含有毁灭之道 沿途将地面震得抖动不停 直奔黄明致命一击 啊 黄明喊叫一声 抽出长剑反击 他猛地刺出一剑 剑身激荡出百道连依 一股强横剑道显化而出 沿途阵列地面 一剑挤出 剑间绽放光彩 四方云阵 对上九幽视天枪对决 两股强大的道相互碰撞 毁灭之道毁灭一切 弹指间覆灭了黄明的剑道 将百道连依和光彩震碎 充斥魔器的九幽视天枪 枪间抖动极快 上百道枪钢骑射而出 每一道都是真实的 将黄明全身上下击中 留下百十个血窟窿 九幽视天枪刺入黄明胸口上 强横的魔器 直将黄明镇成漫天血雾 道远镜七层的黄明 一枪惨死 此刻的夜晨 纵然是帝尊镜一层天 都足以击杀 更何况是道远镜七层天的黄明 跑啊 跑啊 数十位皇家天才转身便想要跑 开什么玩笑呢 道远镜七层天的少主黄明 都被夜市天一枪击杀 自己眼前最高战力 不过道远镜三层天 全部冲上去 都绝对无法撼动夜市天一二 唯有跑 必须得跑 根本不是夜市天这个煞神的对手 你们上 熟悉一下高境界的战力 夜晨一枪解决了黄家处于道远镜的三位天才 并让夜灵天和夜洛尔去追杀其余人 好尽快熟悉道远镜的力量 毕竟二人突破近乎一个大境界 力量提升太快 须得一段时间掌握和熟悉 就在这时 莫宁从轮回墓地出来 来到夜晨身后 他什么话语都没说 直接手指掐绝 催动秘法 探查血灵族老大逃逸的位置 这是血七叶要求的 片刻过去 莫宁来到夜晨身边道 血灵族盛下那人 现在在东南方位 躲在一处山洞中疗伤 这里只有帝尊近一层天 他受如此重伤 没有上半年 绝对无法恢复 等灵天和洛尔回来 一起去杀他 夜晨无比霸道 根本不将血灵族老大看在眼中 开始去查看散修们的伤势 并且给周延 喂了两颗疗伤丹药 可怜的周延 前面被韩家天才抓住 后面又被皇家天才抓住 都是准备献给大人物 没想到都让夜晨天给救了 真正算是天不绝他 周延调息结束后 起身抱拳 朝夜晨躬身口摆道 多谢夜前辈两次救命 否则我已经死去 如此恩德此生难报 我周延愿意一生跟随夜前辈 安前马后 我天方 多谢夜前辈相救 愿跟随前辈 我古天也多谢夜前辈相救 愿意跟随前辈 我南姑也愿意跟随前辈 我党愿意跟随前辈 周延那般话一传出 顿时便有数十个虚王静的散修天才 跪下 朝着夜晨叩谢 表示愿意跟随 于他们而言 本身就是散修 被各大宗派和世家所不容 这般才会被皇家天才们一抓一箩筐的抓来了 并且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和宗派来救他们 突然看见夜视天来了 自然是感激涕零 你等 不去血灵族吗 夜晨平淡问着 目光带着一丝玩味扫过一位位散修道 血灵族六人 我诛杀了五人 正要前往去诛杀剩下一人 你等投靠我 不惧怕血灵族报复吗 被抓了的那些散修 当即有很大一部分跪下 愿意效忠夜晨 这些愿意效忠的散修 修为都不弱 普遍都在入圣境和虚王境 虽没有道元境 但只要不同各大家族 宗派顶尖天才碰撞 碰到其他人也拥有碾压的力量 如果没有夜前辈 竹杀绪灵族等人 我等已经死了 再者皇家势必不会放过我等 与其苟且偷生 不如投靠夜前辈 为夜前辈安前马后 数十位散修有条不紊的叙述着 其中周延更是说道 我等从出生开始便是散修 受人凌辱 各大家族和宗派更不将我们当成是人 如今夜前辈救我们一命 更是打杀皇家天才为我们出气 所以我们愿意誓死跟随夜前辈 即便是血灵族其他强者到了 我等也愿意随夜前辈逆天一战 如何都是死 我等宁愿站着死 也不想苟烟残喘 然后再被血灵族人击杀 天方也是如此说道 更何况皇家这般狗贼 我们恨不得拆其骨吃其肉 天方古天南姑等虚王镜 三四层的散修天才 再朝夜辰行礼 所以请夜前辈收下我等 夜辰微微点头 目光扫过面前所有人道 既然来投靠 那我收下你们 他目视着夜灵天 抓着其他皇家天才 头颅回来便道 灵天 这些人投靠我 便归于你手下 在昆仑须重建暗殿 此后由你负责训练他们 作为暗兵或刺杀之用